在你把食物放入嘴巴前 你有想過為什麼每次打開洋芋片 空氣總是比洋芋片還多嗎? 歡迎來到腦不及 今天要來看五個你不知道的常見食品背後的事實 第五 洋芋片 喜歡吃洋芋片的人每次打開包裝一定都很歐 因為你買的根本不是洋芋片而是空氣 但是好像從來都沒有想過為什麼洋芋片要這樣傷害大家的玻璃心 其實空氣這麼多是有原因的 洋芋片包裝裡的空氣不是因為廠商想要騙你的錢 裡面的氣體其實是氮氣 氮氣可以使洋芋片保持新鮮和清脆的口感 雖然是因為這個原因 但是那只有三分之一的洋芋片還是蠻讓我生氣的 那是它 第四 雞蛋紅點 如果喜歡吃雞蛋的人大概都有這個經驗 就是打蛋後發現蛋黃上有紅點 你可能會以為這是受精過的蛋 這個紅點其實是因為在蛋形成過程中破掉了血管造成的 但是不代表受精 這只是代表在蛋形成的過程中出了一點錯誤 雞蛋在包裝工廠內大部分有紅點的雞蛋都會被挑出來 但是不可能挑出所有的紅點雞蛋 特別是紅蛋 所以大部分看到紅點的蛋都是在紅蛋裡面 第三 甜甜圈 每次我吃甜甜圈的時候 總是希望中間的洞不是空的 但是好像沒有人知道為什麼甜甜圈中間會有洞的來源 最大眾的故事是甜甜圈的造型是一位水手設計出來的 因為炸蛋糕時中間總是沒有熟 所以它就將這個麵糰中間打一個洞 所以它們可以被炸的均勻 第二 瑞士起司的洞 喜歡吃起司的人一定都有吃過瑞士起司 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上面角色會有洞 是因為被老鼠吃掉了嗎? 大家都以為這些洞是因為細菌造成的 但是其實真正的原因是乾草 最近幾年起司加工中心環境清潔改善 瑞士起司的洞也越來越小 也是因為原先使用的骨倉和童子 會導致在加工時混入更多更大的乾草為例 所以起司也跟著產生較大的洞 第一 巧克力 每次吃巧克力的時候外表都會有白白的粉狀 我都以為是因為放酒的關係 但是為什麼巧克力會有這樣的白粉狀呢? 其實這個粉狀叫做巧克力發白霜 是由兩個物體產生的 糖霜和脂肪霜 糖霜產生的原因是因為在潮濕的狀況下 糖霜結塊 而脂肪霜只是因為熱產生的 兩個都是因為廚房地點的關係 但是白粉狀也有可能是因為包裝時候沒有完全冷卻導致的 你們有想過這些問題嗎? 喜歡這個影片可以幫我按喜歡和分享 想持續追蹤可以按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